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 欢迎大家收看英雄弱点第四期蓝灵王篇 蓝灵王自动改版以后呢 即使没有四季也可以做到出门杠克 一级缺个二技能直接中路过去打一套 最少也逼出个闪现 出门可以隐身这让很多喜欢玩蓝灵王的玩家 也玩起了辅助 惩戒图也或者斩杀秒人等等 什么玩法都有 我们都知道蓝灵王操作简单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切死一位 无位移脆皮英雄更是蓝灵王的盘中餐 不管他打野还是辅助 那就只有一个目的 切死敌方重要的脆皮输出位 频繁针对让敌方重要的C位经济和等级降到最低 不管是拿来打野或者辅助 都是带节奏的选手 是所有无位移脆皮的噩梦 简单介绍之后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蓝灵王技能 不长篇大论的就说了 简单概括一下 蓝灵王被动 追击敌人的时候 面朝敌人会加速自身21速 一技能是蓝灵王的主要输出技能 释放一次造成伤害 随后会出来一个分身随机攻击附近敌人 不是指定的 如果当时就一名敌人 他就会吃到一技能的双倍伤害 二技能飞镖 击中敌人造成90%减速 持续3秒 期间被蓝灵王任意攻击都会触发标记 造成1秒眩晕 回复蓝灵王自身血量 二技能飞镖的二段伤害是根据以损生命值的 在标记期间最大化伤害敌人 这样爆炸的时候伤害会更高 大招对指定方向瞬间突进造成高和伤害 隐身技能持续30秒 靠近敌人超过3秒就会解除隐身状态 了解到了蓝灵王的技能机制后 我们俩一起挖掘他的弱点 选择英雄的时候尽量避免无位移C位 鲁班后裔加罗黄中 类似这种英雄 或许有些高手就会说了 我鲁班后裔真不怕蓝灵王 但是凡事都有个万一的 小心为上 有时候可能你选出来这几个英雄 你没炸 队友心态都炸了对不 在选英雄上面每个位置都有很多选择 首先射手方面推荐百里守约 最低范围600码的视野装置 三个 在下路双草和小龙口或者地图边缘草丛一插 全部点亮 只要知道小地图是什么东西 蓝灵王来多少次都是无功而返 关键是别老留着一技能 记得放 我发现很多守约都不放一技能 有可能前期放 但是到了后期就忘了 到了中后期游走杠格 或者开团后方狙击的时候 贴墙先把视野扩散 狙击手记得脚下放一个 蓝灵王会来牵你的 脚下有个范围那么大的眼 随时可以用大招拉开距离 加闪现逃生 甚至反杀 无前要大招和超远的位移距离 可以轻松逃生 减速他并且加速自身 还是比较舒服的 另外李元芳和马可 都有不惧怕蓝灵王的隐身 和反打他的能力 不过记得带进化 守约有大范围视野 他俩没有 再说一下中单英雄 具有探测隐身功能的貂蝉 小乔虽然也可以 不过不推荐啊 貂蝉的二技能 有追踪隐身的功能 只要被二技能击中 衔接其他技能 他就是隐身也得死 司马懿是不行的 因为蓝灵王隐身中期太长 隐身期间也不会释放技能 所以被动对他基本没什么效果 看到他的时候已经一套秒了 法师里面诸葛亮 应该是最不惧怕蓝灵王的英雄了 多弹位移 伤害爆炸 自身具有一定的坦度 不好切 搞不好了还被反杀 其实玩诸葛亮 要知道怎么去躲他的后续伤害 就是二技能的释放时机了 千万不要慌 一看头上感叹号 就紧张的要死 拼命释放二技能 那就完蛋了 前期猥琐倾线 在单人倾线的时候 切记不要紧张 千万不要交位移技能 如果二技能进入CD 那就相当危险了 头上用感叹号了 就开始瞎走位 躲避蓝灵王飞镖 如果躲不掉的话 就吃了他的二技能 然后再叫二技能拉开距离 不要直线位移 如果直线位移 人家还有个大招呢 左右位移 尽可能避免后续伤害 然后尽可能反杀 记得出极寒风暴 保证万无一失 诸葛亮出这件装备 比金身更好用 也算诸葛亮了一件 必出装备了 法师方面 蓝灵王切不死的 还有加强后的高剑离 蓝灵王切进来就死 不用考虑 开启大招就是嘴 注意前期就好 颠路战士方面就不推荐了 蓝灵王能打过的没几个 辅助方面推荐白旗 大招往队友身上放 提前拖动 达到顺发大招的目的 完全保护 根本不讲道理 二技能调整好方位释放 然后自身离开C位距离 把蓝灵王带走 队友够肉可以选择鬼谷子 多观察小地图 有蓝灵王路径最好 如果没有就看头顶感叹号 发现了之后 不要吝啬大招 直接开启大招反引 在对面有蓝灵王的时候 大招可以提前开启 寻找蓝灵王位置 做好应急措施 保证万无一失 把威胁降到最低 刘邦不是太推荐 蓝灵王杀人再一顺发 刘邦压根反应不过来 装备方面射手推荐 把电刀换成纯净苍穹 这件装备被控了 一样可以释放 在被二技能命中 无法逃产的时候 可以开启纯净脏牛 来抵挡接下来的伤害 降低受到的50%的伤害 蓝灵王极难做到 可以秒杀有这件装备的射手 再者就是复活甲 最后一件尽可能补上复活甲 在复活期间呢 蓝灵王短时间 是没有第二套爆发 来进行秒杀的 想攻守兼备的话 可以购买雪魔之怒 攻守兼备 血量低于30% 有一个额外护盾 非常实用 蓝灵王一套爆发过来 可以跟他拼 如果蓝灵王前期太顺 尽早做出不祥争招 反而这方面 探测蓝灵王位置 使用回响 保命使用金身 很多小伙伴就问了 怎么又是金身呢 其实金身这件装备 是防止刺身被秒杀 和躲避致命伤害的 即使我每次都推荐 依然有很多人不出 除了金身呢 也别认为刺身 已经非常安全了 要知道怎么释放 蓝灵王飞镖过来的时候 不要着急按 他释放大招 是有抬手动作的 会僵直一下 在他抬手的时候 释放金身 才能做到真正的避免伤害 一般会玩的蓝灵王 观察你有金身后 不会直接上去又怼的 而技能总会先骗一下 你的金身或者技能 所以跟蓝灵王过招 除了要稳住心态 不要慌 最重要的还有观察力 最后做一下总结 选择C位 尽量避免没位移的英雄 推荐C位选择 诸葛亮 貂蝉 马可波罗 百里守约和火舞 盘战时候 C位注意自己的站位 蓝灵王不出现 就远程消耗 注意往队伍核心靠拢 坦克站位不要太靠前 不要远离C位 注意时刻关注落单的C位 做好最快的打算 阵容前期强势 可以直接组团入侵野区 打乱蓝灵王节奏 就算偷不到大的 也带走个小的 他是个快节奏英雄 所以快速到四 是他的首要任务 疯狂组团入侵他的野区 如果他过来反我方野区了 那也不亏 蓝灵王是个后期弱势的英雄 但是前期的节奏乱了的话 游走杠克就会变得乏力 这样前期的击杀可能性就会降低 如果对面蓝灵王是辅助 一级极大可能去中路抓一波 这个时候可以根据我方阵容 反蹲他一手 他自身玩辅助是不可能带闪现的 如果他出现 就可以稳健击杀 选择多控制阵容和坦度适中的阵容 好的 那么英雄弱点第四期蓝灵王篇 就说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想看其他英雄弱点了 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